透过一张张的老照片 也希望能够让民众了解战争所带来的苦痛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 台南地区在1945年3月1日的空袭中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 展览中特别针影眼分地带 文学巨破吴行荣先生的日记中所记载 以及诊所遭受轰炸的 韩石泉医师回忆录 描写当时台南民众惊慌无助的景象 中战七十特别一开始的活动 我们选择在领百货 是因为领百货也是当时候 见证这一段历史非常重要的 一栋代表性的建筑 因为在我们整修过程当中 我们将整个所谓的二次大战 台南大轰炸 所留下来的这些弹孔 或是一些痕迹 我们都把它做忠实的保存 所以现在大家都还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领百货 这边的超人器 也能够让大家来参观领百货的时候 也可以了解这一段的历史 一些老照片 还有最近已经解密的一些美军的一些资料 来做一些呈现 为了见证历史 本次展览 特别选择与台南空袭 当时重要标的之一的领百货举行 透过照片 简单的文字 借以悼念这场战争死伤的台湾人民 并了解如何在几乎荒芜一片的城市中 重新走来 体现出台南人建议不去的精神 法界新闻蔡孟章台南采访报道